有名自称在伦敦西斯罗机场第二行站楼免税店打工的中国留学生11日爆料 该免税店在价格上,区别对待中国消费者 要求中国消费者,必须付1000英镑,才能领取优惠券 而外国人,只要付79英镑 爆料者怒称不公平待遇 简直把中国人当猴耍 环球网记者致电西斯罗机场相关媒体事务负责人 对方闪烁其词 建议向集团总部咨询 据报道 题为致在英国西斯罗机场免税店购物过的中国人们的文章 11日在微博上刷屏 文章作者曝光称 发现机场第二行站楼的免税销售区域 在没有任何书面说明的前提下 要求中国消费者在机场消费1000英镑后 才有资格领取第二次消费时可使用的八折优惠券 而此前只需要消费250至500英镑 更令人气愤的是 1000英镑的标准只针对飞往中国的顾客 而若是外国人想得到此优惠券 只需要消费79英镑 所以摆明就是经理想拉业绩 爆料者当场于免税店值班经理理论 你这是欺负中国的消费者 种族歧视 值班经理也默认上述对待不同消费者的政策不同 的确没有任何书面规定 但爆料者事后接到经理的电话 要他低调点 而且隔天不要来上班 在家休息一天 爆料者说 他在英国已经七年 这是第一次感受到深深的不公平 以及种族歧视 报道说 伦敦西斯罗机场第二航站楼 是中国旅客过往消费较多的地方 而该免税店业务 隶属于The Free集团 该集团 在全世界380个机场有超过2000家店铺 World Duty Free 据该员工说法 每天搭乘中国航班的中国消费者 是该航站楼免税区的主要消费群体 希望西斯罗机场严查此事 给出一个答复 设施店铺应向中国消费者及博主道歉 更希望此类事件 不再发生 请你这个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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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订阅 订阅